你看佛戰士的時候有一個弟子叫爛陀尊者 各位知道嗎 人長得很莊嚴 福報很大 他是八王子裡面最後一個出家的 他出家是佛陀親自杜花祝他出家 你看福報多大 他出家之前是跟他老婆 他老婆是第一美女 國家第一美女 跟他輸頭髮 輸一輸他看到他哥哥來了 他親哥哥 佛洛斯達親哥 他說 他跟老婆說你等一下 我去餐廳舔一碗飯 供養我哥哥回來再幫你再繼續輸 就拿一碗飯去供養佛陀 佛陀看他弟弟藍陀跑過來就越走越快 那藍陀尊者就要趕快追上佛陀 他要趕快回去跟他輸頭髮 追得很快 但是佛陀又跑得更快 結果就把他帶到山團去了 帶到山團去以後 叫那個聖地國尊者就把他給剃了 那那住者說我是拿飯給你 你怎麼把朋友剃的呢 沒辦法就帶在山團 帶在山團他剛剛發心不是說真的想修行 但沒辦法了 已經被這樣子了 所以他就在家裡面 一方面也隨大家修行 一方面也想他家裡面的老婆 也是跟我們一樣兩種力量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呢 後來有一天 佛陀就有神通力 他說爛陀尊者我帶你去看兩個地方 他用神通力先把爛陀尊者帶到套利天去 我看到很多美女 佛陀就問這個爛陀尊者 你看這個美女跟你老婆比起來怎麼樣 他說我老婆比起來 就像迷猴一樣 像猴子 所以這個天人 他事件上是第一美女 跟天人比起來 跟猴子一樣 他說你看爛陀 你看那個宮殿 這樣的美麗莊園 那麼多美女在那個地方布置那個宮殿 你誤誤看他們在忙什麼事情 他就跑過去了 他說你們在幹什麼呢 他說你不知道 爛陀尊者出家以後如法的持戒修行 他以後死了以後 當我們的主子 當我們的主人 我們來侍奉他的 那道主人說我就是了 他說不行不行 你現在是忍得果報 你死了以後才可以過來 至少他心中有所希望 佛陀就把這個滿心歡喜的爛陀尊者 又帶到一個地方去 那個地方叫做地獄 那個地獄 那個獄主準備要生火 把那個油把它煮熱 他說你誤誤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老子者說你們幹什麼呢 他說我們準備要起火了 這個爛陀尊者如法辭借 又打妄想 他到天上享受快樂 享受完以後就在我們這個地方 刀山油鍋事後 爛陀尊者看到這兩個未來的果報以後 回去就老死了 最終興起 江青燦 西諾滅師 追亡 他就不再產生貪愛的心 所以這個刀山油鍋就消失掉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